非暴力其實它的意思呢 連結到瑜伽是在它的第一層 ahimsa 就是不傷害 我們帶著原本內心的良善跟慈悲 不傷害自己也不傷害他人的溝通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Joanna 多一點善良創辦人 今天呢 要為大家來分享非暴力溝通 非暴力溝通呢 這個概念呢 是來自於馬歇爾盧森堡博士他提出來的 他說 我們在溝通上面 常常不經意的就使用出了暴力 例如什麼呢 例如說 你為什麼每次都這樣 你總是講不聽 你又來了 這一些諸如此類的字眼呢 其實它是 就算是一種言語暴力了 那非暴力 一開始你會覺得說 我講話又不暴力 我也沒有說髒話 我為什麼需要學非暴力 我哪裡來了暴力 所以非暴力其實它的意思呢 連結到瑜伽是在它的第一層 ahimsa 就是不傷害 我們帶著原本內心的良善跟慈悲 不傷害自己也不傷害他人的溝通 溝通是藉由很多種方式 肢體上的觸碰算是一種溝通 言語上也算是一種溝通 溝通呢 是兩個人之間需要理解彼此 我們才叫溝通 我們怎麼說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你用什麼字跟你帶著什麼樣的品質 這是我們溝通的一個重點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有溝沒有通 我講的我一直在表達我自己 他一直在講他的事情 所以溝通是雙向的 一個是傾聽 一個是表達 那在這裡面呢 盧森寶博士他講了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同理心 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是帶著同理心的來溝通 第二個就是覺察 覺察跟同理心 這兩個就像溝通的兩個翅膀 你一邊要有同理心 並且一邊帶著覺察 我們才有辦法飛翔 所以在這裡面呢 覺察很重要 我們可以帶入正面 在這裡面的練習 第一個是很長時候你會聽到 人家在跟你說話 你的好朋友正在跟你吐露心事的時候 你可能一邊開始想著 我等一下要開始怎麼勸他 但很多時候呢 他希望有一個人可以傾聽他 並且他的感受被理解 諸如此類的事情 是看我們有沒有覺察 當下自己的心理狀態是什麼 對方的心理狀態是什麼 我們兩個人的需要是什麼 所以 盧森堡博士呢 他有了一個溝通的SOP 第一點是觀察 觀察是放下自己的成見 平鋪直樹的講出 當下發生的事實 如果我們是用評論去講這個事實的話呢 很容易讓對方沒有聽見我們自己想表達的事情 舉個例子 老師對A同學說 你為什麼每次都遲到 這時候A同學可以說 哪有啊 我上禮拜三或禮拜四都沒有遲到 我哪有每次都遲到 因為你說 你每次都遲到這個是評論 但今天如果老師說 A同學 一個禮拜有五天 你在星期一跟星期五的時候遲到 這時候 A同學他可能就沒有話說 當然 不是讓他去沒有話說 而是去知道這是個事實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進步 怎麼樣共好 所以我們盡量練習講話的時候 是用明確的字眼去表達每一個發生 非暴力溝通第二點 感受 要表達感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感受呢 很多時候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感覺怎麼樣 所以在表達感受的時候 你需要的是多一點耐心跟 靜下來去知道自己的感受是什麼 那我們為什麼會對感受這麼的陌生 舉個例子 我很寂寞 這個是感受 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冷淡 這個是評論 所以 當你要講出我很寂寞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但你想要讓對方理解你的話 你要說的是你的感覺 而不是以批評對方為優先說 你為什麼這麼冷淡 OK 好 那感受是怎麼來的 我們來帶到第三點 需要 這需要呢 不是我們一般知道的生理的需要 比如說 我身體需要營養 我需要睡覺休息 我需要 我需要有一個遮蔽物讓我可以睡覺 這是生理的需要 但在盧森堡博士說的非暴力溝通的需要 這需要是心理層次的需要 是生命的需要 這需要呢 我們需要安全感 我們需要歸屬感 我們需要親密關係 我們需要被理解 我們需要溫暖 這些都是心理層次的需要 所以有時候你會聽到 一對夫妻在吵架 如果聽到 老婆對老公說 你是不是看我非常不順眼 這個直接落入批判了 但它背後 它的需要 可能是溫暖 所以這個覺察 會是在 當你有情緒感受的時候 去看到 我的需要是什麼 當你生氣的時候 去看到 當下我的需要是什麼 這就是溝通的第三點 找出自己感受背後的需要 非暴力溝通第四點 請求 請求呢 不是命令 不是要求 請求是 當你在溝通的時候 讓對方知道 他該怎麼幫助你 所以請求的過程中 你必須要了解自己的需要 感受 跟不帶評論的觀察 這些都是 一連串的下來 到了最後一點請求 所以呢 這邊舉個例子 羅生堡博士 他回到家 看見他自己三個小朋友在吵架 博士 博士 對這三個小朋友說 我看見你們三個人正在爭執 吵吵鬧鬧 這個是觀察 第二個 我的感受 我現在感覺非常的累 身體很疲累 我上班了一整天 這個是第二個 感受 第三個 我需要有一段時間安靜 讓我好好的休息 這是第三個 他的需要 第四個 可不可以請你們三個小朋友 先不要吵架 讓我有時間好好休息 這個是第四個 那這個練習呢 可以應用在你生活上 各個方方面面 我相信會對 你跟你的所有關係 家人關係 朋友關係 伴侶關係 都會有另一個層次的理解 理解對方 多一點耐心 多一點同理 謝謝大家